开始他本来想走科举的道路 可是没考上 和尘一琢磨 正好他家里头 他说满清贵州 我可以实习 我官职 再加上直立总督应连给的活动 他最后当上了叫三等清车租位 说白了就是部队的一个小官 可是当这个官和尘不满足 这得后来马越能见到皇上 后来得这个机会 宫里头选的侍卫 就晚上在紫禁城里来回巡逻的 选这个 清朝的皇上不信任汉人 必须得是满足人 和尘这方面都具备 就把他选进去 选进去以后 看他生活长得漂亮 和尘那时候二三 长神玉律的 个人高 人长得也精神 被称为满洲第一郡男 说你这么漂亮 这么的吧 到仪仗队去吧 说白了就是皇上出行 旁边给打个旗 挂个刀 示位着 挺好看的这样的 就这么的 他又紧进这里边去 这回他终于有接近皇上的机会了 他是接近皇上的接近 等下皇上注意的 我们知道乾隆皇帝有学问 有一次呢 这个他跟着乾隆爷出去 正好呢 乾隆皇帝呢 有大臣搜紋 说某某个地方啊 仓库被盗了 哎呦 这乾隆帝气的 怎么这都看不好呢 就调了一句文 虎四初一侠 归于毁于毒中 是苏之过语 是苏之过语 咱们读论语的朋友都知道 什么叫这个虎四初一侠 归于毁于毒中 这个虎 老虎跟说了 似是什么呢 母犀牛 说这个猛兽啊 从龙子里跑出来 挺好的 这个古玩玉器 搁到弦里坏了 这是谁的过错呀 他调真语文 旁边仪仗对这些人 哪敢接话啊 再说就直对 不知道这是论语里的 学问都很差 可是和神不一样 正经恋物书研究过论语 和神就接了一句 这句话也是论语里的 意思 开手这些东西的人呢 他们是逃不脱这个责任的 前路一听 又接的好啊 难道我身边 还有这么有学问的人啊 说得好 赶前来 你一个卵一位 怎么知道这些呢 奴才独安私俗 又入咸安宫观学 本是文生员 蒙世文称他卵一世卫 东东圣瑜 已有十几年了 原来如此啊 这都是巴西子弟 贵州子弟 还有这么有学问的 一看和神 人长得也漂亮 前龙弟就喜欢了 抬起头来 朕哪 就着生你为 阮仪总管 牟才 谢皇上 知语知根 起来吧 回战去打猎戒 就这么着和神 平步轻荣 得到乾隆帝的赏赏 那么和神 在二十六岁那年 乾隆就提拔的 当了军纪大臣 组长内务府 说白了这就等于用现在话来说就等于是政局委员了 就算是 可以管朝廷大政才二十六岁 那会儿 那这乾隆的已经五十大多了 他俩得差有三十岁左右 这是 那么从那往后 和神这个平步轻荣跟别人还不一样 别人说你升了官了 那好了 就不错了 和神是我升了官 原先那个位置我还占不 就是乾隆第五你信任的 你看我刚说二十六岁军纪大臣 到二十八岁 当上户部长 说白了财政部部长 同时又当御前大臣 就等于现在国务院副总理 二十九岁 理判院上属 说白了外交部副部长 后来三十岁的时候 等于当了兵部长 等于现在董政组 三的林郑三部长 到三十二岁那天 又当了那个立部长 相当于咱们现在 人事部部长 组部部长 相当于这个所官呢 你就看看这里头财政 军事 人事 外交 这些几乎是有权力的事 和神管家 一个人管了十几个地方 就有十几个小人 所以你想管这么多地方 这和神的权力 大得吓人了 所以这为他后来贪污 他也说做了非常好的铺垫 你应该让我和神生不住 让我来受他干什么 现在这是他 谁都想贪点 贪点 我一个人受着 还有什么用 其实我心里头 我也养养过 现在我想养了 我再也不跟大家过不去了 我也不给我自个过不去 我就拿点 贪点 贪点 这样我就跟大家扯平了 那么和神能走到这一步 我们前面说 不光是说 他这个本身来讲 能溜去拍马 他确实有些真才实学 说偶尔接皇上 接个现话 那不算能的 后来他怎么当的 李帆院长书呢 就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呢 当时赶上乾隆 要过生日 就六十大寿的时候 乾隆 西藏来了一批快马 说代表六十班禅 来给乾隆帝住寿 这不上一封书吗 出信 打开一看都是藏文 谁不懂 怎么办呢 晚朝大寿没有懂的 可是和神 我们前面说了 藏 蒙 回 晚 汉 这几组文字 他都通 和神一看 我知道 这里边说呀 六十班禅要带着随从 进京来给您祝寿 乾隆帝一看 哎呀 这没有和神 我这人丢大了 六十班禅 非同小可呀 来了咱这仪式 给隆重点 就这么着 当即命和神呢 马上写一封书信 和神刷刷点点 写完了 这算把大姓的面子 圆回来了 你想那乾隆帝 还能不信任他 就说这和神 确实有侦探失去 不像电视机写的样 好像这能的 也没有大能 没有一天就值得贪污 好了 也难得你跑了 一趟又一趟的 山西太原府 还有个缺 谢 谢大人再陪 不过山西太原 地方偏僻 嫌弃了不是 不敢 不敢 下官 怎敢挑肥减兽我 这是下官 阻击江南 你要是阻击北京 我给你弄个黄手座 是不是 下官是罪 不是那个样子 大凡大仙大恶的人 都有才华 没才华 他惹不了那么大事 而且那个时候 和神 刘虚乾隆 有一些特殊办法 乾隆他母亲 过生日的时候 和神就琢磨了 说皇上要给自个儿 母亲过生日 乾隆是孝子 可是这笔钱 大扫大扮钱从哪出 当时国库挺吃紧 和神想个办法 叫一银制度 我都觉得 这次庆典 盛况要空钱 要足以体现 皇上对皇太后的 全全孝心 而且农才 不准备动用国库的 一文钱 以免让御史们弹劾 莫用国库 浪费钱财 国库不出 从何出 农才以为 一字银制所得 更用来筹办庆典 怎么着 他这不是管这个官吗 人事部部长 组络部部长吗 管官 他最清楚下边官吏 谁犯过什么事 这个人贪污 那人买官 那人怎么事 反正你有过时代 他都知道 好 他下了一道文 你们有过时的 这么的 你可以交钱 交完钱就不罚你了 结果这个一些当官 你看他赶紧再罚 我的官这没了 这钱从哪来 您指名高 乘乘往下刮 刮了个性的 结果最后刮上好多钱了 直接塞皇上腰包里了 塞内务府里了 这不皇上给自个儿骂 过身上有钱了 你想这么乖巧的事 这乾隆爷能不高兴吗 所以自那以后是更加宠气和神 所以和神当时 我们说造了不少孽 但他确实能的也挺大 到后来说怎么他就倒了 和神死的时候才五十 严格说宿数真不大 执掌朝政二十多年 也确实贪污受贿 干了不少坏事 乾隆有没有数 有数 就是觉得身边离不开和神 所以你看宰相流流锅里 和神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说忠臣难免一死 奸臣难逃一死 我不做忠臣 不做奸臣 我做弄臣 做皇上开心就得了 这个还真就是和神 能犯下那么大的事 居然在乾隆边始终不倒的原因 当然也有人说乾隆也不糊涂 把和神留给自个儿的家庆 家庆上台通过扳倒和神 来收获民心 让满朝大臣都服他 扬刀立威 同时和神有钱 搬倒之后 聪明家庆连接的国库 给自己儿子解决很大问题 有人说这是乾隆埋着伏笔的 但不管怎么说 和神封光了二十多年 当朝第一大参观 第一大奸臣 这是他摆脱不掉的 也正因为和神 没干多少好事 所以这后边民间传说 就把他作为忠臣的对立面